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空前的后葬 而吸引历朝历代的刀墓者的目光 传说中国历史上有四大牛人对秦始皇陵进行了道举 引发了一系列大谜团 据史书记载 最早对秦始皇陵进行道举的是西楚霸王项羽 据说项羽入关中后 杀了包括秦子英在内的秦朝贵族 并将咸阳洗血一空 随后 他率三十万大军去到秦始皇陵 并将里面的宝物占为一友 这三十万人整整运了一个月也没有运完 于是项羽将剩余的珍宝复制一具 然而 这个传说并不可靠 理由如下 一是据专家们研究认为 秦始皇陵的地工构造极为复杂 里面机关重重 水银成河 且不说项羽正身于群雄并起的乱世 争夺地盘 平息内息的 就有他够劳累的 更别说有空闲带三十万军队去盗墓了 二是据专家们现场考证 秦始皇的地工上的风土没有局部下沉的现象 康普也也没有较大的风度 整个风土层上只发现了两个直径一亿米 深九米的道洞 而这两个道洞离地工还相差甚远 如果项羽动用三十万士兵盗墓 风土不可能还能保持这么好 三世史书里并没有对储君逐何进入秦始皇陵盗墓 是否有士兵中了里面的机关的暗算 是否被水银毒死 究竟到了哪些宝物之子未提 可见编造的可能性很大 盗掘秦始皇的第二个嫌疑人 是一个无名的牧童 据汉书记载 一个牧童在秦始皇附近放羊 其中有几只羊掉进了地洞中 牧童便打着火 把到地洞中去找羊 结果越走越深 无意间走进了秦始皇的地宫 再后来 我把失火 把地宫点燃了 将秦始皇的关过 极洞内的珍宝都稍微灰烬 然而 这个传说相当不可靠 据专家们分析 认为 这是无稽之谈 理由有两点 一是牧童焚毁事件 发生在汉朝以后 而从许汉开始 政府已派专人对秦始皇陵 进行了保护 一个小牧童怎么可能进入保护区 还进入了皇陵 二是据史书记载 秦始皇陵地宫以水银为和 千百年来 水银蒸汽早已弥漫期间 而且牧道内功弩案件一触即发 因此 就算牧童掌的翅膀飞进了地宫 地宫里的机关及水银蒸汽 也早让他的小脑袋搬家 盗掘秦始皇的第三个嫌疑人 叫石济龙 石济龙是十六国后兆的国君 他统治着河南 河北等大部分地区 石济龙生活荒淫奢侈 爱好收藏古董 一旦听闻有名气的陵墓 便会予以盗掘 史书上说 他盗掘了秦始皇陵中的铜柱 并铸成了各种器具 但考古家很快否认了 因为在石济龙的墓穴中 并没有看到铜制物品 而秦始皇陵中 也不一定会有此类东西 盗掘秦始皇的第四个嫌疑人 叫黄、朝 黄朝是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 相传他也对秦始皇陵进行了盗掘 但专家们认为这是天方夜谭 因为如果黄朝盗墓 为何至今没有留下大规模的破坏痕迹 再说他和项羽一样 身处乱世 安身立命才是关键 根本无暇顾及其他 更别说干出盗掘秦始皇陵 这样的旷世之举来 秦始皇陵究竟没有有被盗过 谜底只能等秦始皇陵 真正被打开的那一天才能揭晓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